在那个时代可能大家都看不见何寿文他的事工 把自己放在一个福州周边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面 在那里一直待到自己逝世 外面没有什么大的事工大的果效 不像戴德生所带进的那个内地会轰轰烈烈的 那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我们看何寿文似乎没有什么大的事工 但是如此度在何寿文这受尽 由此尼托生和母亲呢 又因着听了于慈渡讲道而得救 那尼托生呢 这个得救之后发热心 去上海受于慈渡的这个成全 结果呢 因为太贪睡又爱世界 又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的睡懒觉啊等等的问题 所以呢 被于慈渡辞退了 那于慈渡呢 也觉得尼托生是一个为了煮的好材料 就把他推荐给了何寿文 那何寿文呢 他是称为尼托生的属灵导师 我们看何寿文的经历就能够不难理解 尼托生后期他的那个属灵的风格 不为自己辩解 受误会 受批评 也不为自己辩解一句 那这完全就是何寿文的属灵经历的翻版 所以 其实冥冥之中我们看到 都是在神的手中 要不然的话 可能在我们人看来 何寿文你不远万里 你从英国来到中国 你不轰轰烈烈的做一场 做一个大的事工 发展着一个自己的大的教会 人数众多 四处传福音 四处宣教 我们看他的范围 只在这个村庄周围那一带 他所有的事工 他的事工都没有进到福州城的市区里面 历史原因了 但他就在这里 但他却成全了尼托生 王仔等人 当时一批的年轻人被他兴起来 都是可以说在当时在中国 是非常被主重用的 王仔和尼托生 虽然后来他们分开了 但是王仔也是神所重用的 四处步道 带领了很多人得救 并且带得救的人呢 后来包括在中国 也成为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 被神所重用的人 就是都是提前的 在制作纪录片之前的这个工作了 看到借着这些关系图 就能够清楚 尼托生他从福州一路上 到了南京 灵光报 这个后来 到了上海 等等 跟那些人物 彼此之间都是有关联的 这个是这个六级的事件的 这个分布图 我们是从何寿恩来中国开始讲 第一集开始讲起的 那第六集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这个何寿恩离世 所以有一个前后的呼应 第一集是从何寿恩来中国开始 那第六集呢 有一个内容就是何寿恩离世 虽然是讲尼托生 但是也是需要从这个神的经伦 从神的角度 神在地上的行动 在中国的行动开始讲起了 所以从何寿恩来中国 作为一个引子 引到这个教会历代的生命线 在包括六世纪到十六世纪 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 包括那个时期 神所兴起的那些比较属灵的教父们 都会点到 然后再回来讲到何寿恩 在中国被控告 被他的拆绘召回英国 然后他如何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不会自己辩解 那经历了工会了解他被冤枉 并且利用权 使用自己的权柄 命令他道出实情 何寿恩才将自己的 这个实际的情形 向工会 向他们的拆绘报告 所以第一集 其实我们看何寿恩的经历 就明白了 尼托生他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 受那么大的这个污蔑 也不会自己辩解 要是今天换成我们的话 可能就跳起来了 这是一种污蔑 没有人权 但他知道这些都是主灵十字架的功课 这也是地方教会的神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要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 知道所有的误会逼迫 这些都是从神而来 都是要补满基督耶稣患难的缺陷 好 那第一集最后结尾呢 讲到了何寿恩他最后又返回中国 脱离了拆绘 凭着信心回到中国 为了中国能够兴起本土的青年人祷告 这一祷告就祷告了十年之久 第二集呢 我们看到 从这个尼托生的出生 他的身世 他家里包括他的祖父啊 这个历史啊 包括主在中国的这个行动 这个义和团运动啦 当时所出生的那三位的蒙明道 宋畅杰 尼托生啦 都是在1900年之后相继出生的 从那时候讲起 也讲到了这个尼托生的少年成长 那第三集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第三集的节点就是1922年 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在福州苍前山的白领聚会 也就是地方教会在中国的开始 是1922年到现在正好是一个世纪了 那第四第五一直到第六 那就是根据尼托生 他的这个事工的开始 一直到三二年 在上海 他的有一次比较重要的 就是像他这样的事工 连王仔都没有看好的 然后在上海建立地方教会 被称为是小群的 后来呢 英国弟兄会 拆派八位圣徒 特意来到这个上海 与他们这个见面 那同时也参加走访 在上海 包括苏北 温州的平阳等等 去走访那些地方教会 这段故事 从这之后啊 往后 其实就是地方教会各种风云变幻 尼托生 第二次被这个割除啊 等等这些事件 就层次不穷的这个出现了 其实从故事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精彩的 后面 1932年之后 到1952年 非常精彩的 那52年到72年 那就是地方教会 那就是可歌可泣的历史了 那有很多人现在还在世呢 所以到时候就会有争议了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你这段讲的不对 这个你包括现在 讲那段历史的一些书籍 现在争议也非常大 就是因为很多人还活着 还有一点就是 历史当中也会涉及到一些人 他们的后人 他现在会看 你这个讲历史 你对我的这个父辈是怎么评价的 稍微有一点点的 负面的 可能他们就会暴跳如雷 这些都是我们 今天做纪录片 做历史会面对的 制作之前呢 这个是拍摄的花絮 像这我走访了一些人呢 历史上的一些人 有当时一些老年人 都是当时历史的这个参与者呀 有些人是后人 你像这个白毛岭 这个白毛岭采访的 他是跟尼托生 一同在白毛岭 这个残老队呆过的 是见过尼托生的 走访一些人 特别是一些 当时尼托生同工的后人 我每一次 不管见到谁 我都会问这段历史 就是当时尼托生 1942年被革除了 被教会革除 你们了不了解这段历史 或者说你们的父辈 你们父亲讲没讲过 他们是怎么看的 所有的都跟我说 尼托生是被冤枉的 这个是这个 绝对是尼托生是没问题的 都是这样的回答 可是我通过书籍来看 就是对当时 那个教会的这个记载 得出尼托生的时候 很少有人 只有个别几个人 同工是站在 尼托生的一个角度 或者说是不批评尼托生的 剩下所有的 都是批评尼托生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有意思了 这给我就带来思考 就是也许某一位历史的参与者 也许当时他是 站在批判尼托生的这个角度上 可是后来发现呢 他当时错了 那他的后人 可能觉得他的父亲当时 就是站在尼托生的角度 但实际上按着 很多历史的资料 文字的记载 当时基本上都是反对 或者批判尼托生 那其实再说回来 刚才在看影片之前 讲到那个许梅丽 那许梅丽那门书 他自己也写过书 那我不讲叛教者 叛教者呢 是另外一位作者 根据对他的采访来写的 那许梅丽自己也写书 他自己写的书 也非常的受欢迎 因为他是以一位 什么女性受害者的角度来写的 非常的夺取同情 而且所谓受害者 就是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去记载 他在49年之后 如何因着信仰受逼迫的时候 我们会同情他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许梅丽 他的确是受害者 但是在当时他的角色 他是借着当时的说法 叫控诉 他是借着控诉别人而明哲保身 并且呢 在新中国刚开始的时候 因着控诉别人 不仅明哲保身 还获取了更高的地位 共产党是有给他职位的 因为他做的表现 他立功了 可是被他控诉的人 却深陷牢狱之灾 不仅是借着生 甚至当时和他一起的青年人 那一批的大学生青年人 被控诉而毁了一切 坐牢的 当然我 许梅丽他现在应该还生活在美国 我是有拿到当时他控诉的资料的 是登了报的 报纸的 而且大量的 不仅是这个上海的地方的报纸 全国性的 包括这个 其他地方性的 那厦门日报啊 还有这个 浙江的 福州的 有叫福建日报 现在这些资料都是可以找到的 非常多的 那是一手资料的 是他讲述的 他控诉的那个手稿 他讲到尼托生 是反革命 是隐藏在基督教里的 反革命集团的首脑 那他是 帝国主义的走狗 是 抗美援朝期间 他是在教会里 公开的这个 不让大家去 这个 去反美的 美帝的走狗 可是他最后 他自己也去美国了 他自己生活在美国 晚年一直在美国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 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 我们不会去定罪 在50年代 那个时候 每一个去控诉身边的人 我们知道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因为其他除了他 还有几位年轻人也控诉 但是他们后来 公开向教会认罪 因为是在 共产党那样一个高压之下 甚至是被洗脑 这个被蒙蔽 在这种环境下去控诉的 除了许梅丽这一位 其他的都向教会认罪 就连张希康 我刚才说了 他也是控诉者之一啊 但是我们看张希康回忆录 他讲得很清楚啊 那是在那个时代之下 他们那批年轻人 他不仅有精神上的摧残 他还有这个肉身上的 他你当你被审的时候 是几天几夜不让你睡觉的 那在那种环境下 我们知道 人都是有软弱的 但是许梅丽 他在这种环境下 所控诉的内容 接受不了的是 他晚年的时候 他认为他所控诉的 都是真实的 尼托生 反革命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尼托生 道德有问题 变成 地方教会的偶像啊 这个 等等的 这些内容 可是尼托生 无儿无女啊 尼托生 他一生也不为自己 辩护 等等这些内容 其实我在想 今天地方教会 是不受这些 包括许梅丽啊 写的一些内容 还有其他的一些 人写的内容影响的 但是的确 有很多 我们亲爱的 不在地方教会 在地方教会以外的 弟兄姊妹 可能没有机会 接触到更多的 这方面的历史材料 书籍 也没有 所在教会牧者 也没有去推荐 等等的 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 但是呢 就会有机会 接触到那些 反面的 或者是主观性的 而 对尼托生 或者对地方教会 会 有一些 这个先入为主的看法 是 我们都会受一些 文字的影响 我在学神学 神学有的叫 潜理解 很能 很能明白 潜理解 我们先接触的东西 先吸收到了 我们就会受它影响 我们再接触到 不一样的了 我们就会排斥 那从历史的角度 来讲的话 我觉得 包括叛教者 包括许梅丽 他自己写的书 都是 太有个人主观色彩 并且呢 也不是一手材料 也缺少一手材料 并且 引用一些 书籍的时候呢 有断章取义的 这个特色呀 那 引用后半句 或者引用前半句 在原作者的这个 原意 并没有 直接表明出来 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写作也是 那我们写作 在断章取义的时候 这个 在学术界 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但是读者不清楚 读者不清楚的话 就会成为受害者 那我在做这个 纪录片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 我是出自 地方教会 尼托生就 像个圣人一样 尼托生自己也没有那么说 人肯定都是有问题的 那若是我们把所有的经历和焦点 放在一些消极 一些问题上 那 使徒行传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所以我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也去探索 也去查找资料 看是怎么记载的 但我是理性的 我在做的时候是理性的 我在考虑 我是仅仅做一个 做一个历史的陈述者 后来我觉得我 首先我不是作者 我是导演 我做的是影片 每一个历史的 这个写历史书籍的人 尚且还有自己的这个 讲述历史的思路 那我的这个思路呢 不分对错 不去探索这里的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它应不应该这样 历史已经发生了 不是去探讨 它应不应该这样 应该或者不应该 尼托生建立地方教会 它应不应该建立地方教会 我做历史师 它已经建立地方教会了 那我要挖掘 它背后的属灵含义 这是我要做的 圣经新约的使徒行传 它的记载的方式 给我很大的启发 就是神今天在地上 是有行动的 并且神在地上 这个行动 神在地上 在人类当中的 这个历史里面呢 是会有消极的点 所以它 它是 它是有一些消极的点出现 但是我们 在里面我们是 紧盯着它消极的点 觉得呢 对神在地上的行动 就否认吗 它也不会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我想紧抓住 就是神在地上 近代在中国 属灵的这条线 神在地上 那是行动 但我相信 这条线的行动 不仅仅在地方教会 也不仅仅 只是在尼托生身上 神在那个时代 兴起了很多人 但是我想是通过 尼托生 通过 他的故事 把那个时代 能涉及到的 能够联系起来 当然其他的一些 我没有办法讲太深 我没有办法跳出去 再去讲王明道 再去讲宋上节 讲太多 但是的确 在那个时代 他们都是神所兴起来的 这是 我做这个纪录片的 这个思路 我是想 大家在 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灵力能够有所享受 哪怕享受一点点 就够了 也许对某一段 可能神学的内容 你是不认可的 但是也许你对 尼托生在起初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传福音 他对 如何来遵守圣经 这些点 你里面是有摸者的 是有帮助的 有一点点 他就够了 那 接着这个第一季啊 播出也有了一些回应 那有些回应呢 我发现 不同的人 给我的回应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 在某一点上 他非常的得加强 有一个年轻的 一个大学生 当时给我的回应 他没有讲别的 他就讲 说哇 在第五集的内容 他说 尼托生 他们当年去传福音的 那个梅花镇 梅花香 当时都是拜偶像的 今天你们去拍摄的时候 发现那么多人 现在有那么多的基督徒 甚至当时他们传福音 尼托生住在那一家 现在他的后人 都是信耶稣的 他就被这个深深震撼了 就是那是一百年前了 一百年前 尼托生他们传福音得的人 现在几代了 他们都是那个时候 所在得救的 属灵的后代 就这一点 他给我的回馈 我觉得 他说对他帮助很大 使他很震撼 那所以他觉得 要传福音 传福音 你可能没有看到的果效 你虽然没有看到 但是神呢 是在那里是有行动的 所以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回馈 所以我的 做他的初衷 我是希望观众 圣徒 借着这部纪录片 他去观看 能够有一点点享受 某一个地方 会对他的灵命 有帮助 就够了 对我来说 他就有价值了 对我本人来说 我做这部纪录片的过程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灵命的成长 我越做 过程我越感动 我越做 我发现历史当中的人物 离我是那样的近 很多在历史当中的消极的点 并不是仅仅是在历史当中 也许今天在我身上 就可能会出现 所以看历史 是警戒我今天犯同样的错误 这是我参考的一些书籍 第一个就是 关于尼托生 他自己三次公开的见证 往事述说 他是我做这部纪录片 做这个剧本 最基本的素材来源 那他的同工李长寿呢 曾经在81年的时候 讲了一段历史与启示 相当于把这个 尼托生与地方教会的历史啊 非常详细的 现在我觉得他这是非常详细的 讲述了一遍 当然1932年之前 他是没参与到这个历史当中的 他三二年以后 才和尼托生同工的 但是之前呢 他说是尼托生亲口讲给他的 那包括 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是强烈推荐的 就是张希康回忆录 张希康回忆录 他的内容 他也是一个控诉者嘛 52年的时候 这个49年之后 他也是一个青年的圣子 他也被拉去控诉 他也控诉 但是他跟许梅丽不一样 许梅丽是完全 没有接触到尼托生 只是在外面看 远远的看 就像今天我看一位教会领袖 我在远远的 他可能在上千人的讲道里 讲到我远远的看 然后我对他的了解 肯定也是道听出书 那也许我跟他打成招呼 他没有发现 没给我回应 我可能心里就对他有意见了 就没有好印象 但是张希康 他是 他不仅他的父亲 和尼托生是同工 尼托生 而且早期的同工 他的父亲张希康 在尼托生生病的时候 肺炎盒的时候 就去照顾他 张希康很小的时候 可以说就和尼托生在一起 那大学毕业之后 也进到尼托生所办的 上海生花药厂 做财务 那因为做财务 尼托生是董事长 总裁 他是这个会计财务 所以他们的接触啊 在工作上 是很熟悉的 顺便插一句 许梅丽对于尼托生 道德的问题啊 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就是他被那个 当局者带去了 这个尼托生罪证的 这个展示的那个房间嘛 然后说当时有一个 尼托生的手稿 尼托生自己写的 认罪说道德有问题啊 等等的 他就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 在他的描述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证明 但是张希康也被拉去了 看着尼托生的 那个罪展 那个罪务展嘛 展览 张希康就看到了 所谓尼托生的亲笔的 那个罪证 因为张希康是财务 他需要有大量的签字啊 等等的 让尼托生去签 所以他当时看那个笔记 那个字迹啊 根本不是尼托生的 所以他就叫了工作人员 他说这不是 尼托生的这个笔记啊 然后工作人员说了 这是尼托生在 重病的情况下 写的 所以写的跟平时不一样 然后张希康说 尼托生病重的时候 他的这个字迹 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病重的时候 他有心脏病嘛 有时候这个心脏病 的那个字迹 张希康也是熟悉的 所以你通过这些细节 等等的 这都是这个关于 这个尼托生 到底是怎样的人 这是一些细节 那张希康 他的回忆录 他的那个描述 也出书了 大家可以去找吗 那个我相信是更准确的 至少比许梅丽的要准确 包括于词杜传 是这个吴秀良 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那其他的 关于涉及到这个 尼托生的母亲 也有恩爱标本 所以他有很多的书 来佐证那一段历史 甚至最后这一个 任中祥 也是最后公开 把尼托生革除的 后来做了这个 三字的这个领导人之一 任中祥 他也写了这个 上海基督教聚会处的简史 当然他们的角度 还是为了当局所写的了 我们看回到那个 刚才我讲的 许梅丽他讲了 尼托生道德的问题 还有其他很多的 也根据这些 来这个做一些其他的发表 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球 不知道为什么 你包括现在的教会里面 可能说一些积极的 大家听着没什么感觉 但一说到 谁谁谁 两个某一位领袖 可能在道德有问题了 那大家的耳朵 马上就竖起来了 这是特点了 人这个特别 喜欢听这些内容 但是尼托生的妻子张品慧 作为尼托生的妻子 应该最有发言权的吧 但是今天写尼托生 在道德有问题的人 没有任何人采纳 尼托生妻子张品慧 对本人的回应 那我相信这对历史来说 就他就不是一个 比较公平的写历史的人了 而是自己 就是有罪的控诉 我就想办法 让你是有罪的 关于所有你无罪的内容 我一概不采纳 现在法律应该是 一罪从无吧 没有这个确凿的证据 那就是没有啊 你看尼托生的妻子 如果是他的丈夫 是在道德上是这样的不堪 被他们描述的 这样 那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 这个 批斗一直让他去跟他丈夫离婚 他也没有离婚 让他放弃这个信仰 划清界限与他丈夫 他也坚持和尼托生不离婚 那当时不是 尼托生被囚禁期间 有很多人就开始 去指控尼托生嘛 说道德问题啦 政治问题啦 钱财问题啦 等等的 你看他的 妻子张敏慧怎么说 他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 都是根本没有的 这个尼托生的外甥 陈中道 这也是一位很有名的 这个传道人呢 也写了一些书 那他见证说 说他指的就是 他的舅母 张敏慧 说他从未说过一句 或一些近似 怀疑丈夫的品德的话 没有 一句都没有 一个人道德 男女关系有问题 谁最受不了 应该就是他的妻子吧 可是他的妻子 却这样的 为他做见证 妻子也是对他最了解的 那我们再回过头 说尼托生 那为什么 不为自己辩解呢 这就是他一生 所学习的十字架的功课 这也是今天 你看到在地方教会里面 一些年长的 我真见到了很多 非常的谦卑 其实都是受尼托生的 这个神学的影响 你去定罪他 你去说他什么 他不会去给你去反驳 去辩驳 至少不为自己辩驳 那这些都是受尼托生的 这个十字架 神学的这个影响 那这是尼托生的亲笔的信了 他写给这个他爱人张品辉的大姐 张品辉去世之后 这个就是尼托生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了 5月6号 他5月30号实施 5月6号 他对妻子的思念 通过这封信里面 我们能看到 两个人感情是非常的深 也因为他的妻子失事不到一年 你看他就失事了 也被主接奏了 两个人感情非常的深 那除了他妻子为他所做的见证 我们还要看他身边的同工 为他所做的见证 你看余承华 李渊如 张光荣 汪佩珍 张玉芝 唐守林 这些都是他身边的这些同工 僵守到现在他还生活在美国 106了 106岁了 108岁了 也是尼托生的同工 这些和尼托生真实在一起同工过的人 他们是如何见证 这个应该比这个许梅丽 比他的这个讲述更有那什么说服力吧 你看他们公开发表刊物 说对于尼托生 尼弟兄个人 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 他是神的一个中心的仆人 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 指的是生花药厂 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了他个人的什么 在真理上 在侍奉上 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 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 一个人如果他在道德上 在财务上 在这个什么政治上有问题的 他身边的同工能够跟他同心合意吗 基本上肯定是四分五裂 况且那个时候 李渊如 汪佩珍 这都是很有恩赐的 很有恩赐的人 李渊如 连在那个 王明道的日记里面 也都提到 都是很受尊重的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 所以我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待历史 看待这些要多方位的来印证 特别是不能够受一些主观性的一些文字的一些作品影响 你看这是当时报纸的一些截图 就关于对于这个当时三反五反的运动 对于尼托生的这个控诉等等 这些内容 其实大家瞄一眼就知道了 他都是非常的政治化 非常的口号化 喊口号 今天我们一看到这些 特别是弟兄姊妹是在海外的 对这些非常清晰 即使大陆的 我作为一个八十年代生人 我都非常的清楚 一看到这些 这都是洗脑的内容 然后 这都是看 报纸的截图 尼托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那若是尼托生的反革命集团的话 那现在请问一问 在海外这些地方教会的 哪一支教会 地方教会参与了政治呢 反革命 没有 你找不到 如果是把当时这种环境下的内容 还作为印证 说今天尼托生的这问题那问题来讲 那这个就太不公平了 好 这张图书看 这就是我们的许梅丽 控诉者 我 我不会 去批评或者批判许梅丽 反而我会觉得她很可怜 她在那种环境下 她的确受迫害 在那种环境下 年轻人被迫害 然后去控诉 在那种环境下被洗脑 我们不知道我们若是生活的那个时代 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 也许我也成为一个控诉者 被洗脑了 但是在她晚年的时候 她还认为她当时所控诉的 是真实的 我觉得她被 她不仅当时被洗脑 而且她被她当时所讲的 洗脑了 谎言说了一百遍 就变成真理了 我只能说是可怜她 这个是五六年的时候 她公开第一次开始控诉 但她的控诉 绝不仅仅这一次 后期她去了很多的场合去控诉 就被当局大家的去利用 我们看 找一找 指示那什么 你看 在上海人民欢心鼓舞的 等待着解放时 反革命分子尼托生李长寿 已逃往台湾 把大批青年诱骗到台湾 去做他们在台湾进行 罪恶活动的骨干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些内容 我都没必要说 但是就是因为她现在还相信 她当时所说的这些话 所以我才读一读的 就是当时去台湾那些人 他们后来有做任何性的罪恶活动了吗 后来从台湾到了海外 除了这个李长寿 这一班人 其实还有很多 你包括刚才我讲的 这个江首道 江老他现在还生活在美国 很多人他们出去的这些人 他们做什么罪恶的活动了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 大家在看那本书 《叛教者》的时候 要知道它的来源信息 是因为对于许梅丽的采访 那许梅丽描述这些 是因为许梅丽对当时 50年代他控诉的内容 他现在至今还相信 就大家这些点 你再去读那本书的时候 希望你从文学角度上 我没意见 但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 需要更多的内容去佐证 那我就不读了 其实这 关于这些内容 我还有很多 这个一手的材料 那给我的人呢 他们说是机密的 是不让我公开的 那这个我是可以拿出来 给大家看的 那机密的材料 我读的 说实话 我是觉得那个时代啊 那圣徒 是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不容易 不能够去定罪他们 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 没有在那个时代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 我就讲这些吧 张明兄